就在慈禧西淘的前两天,正阳门被攻陷,董福祥部马福禄曾率本营反攻正阳门城楼,同八国侵略者展开了厮杀,在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,不幸重担身亡,这时马福禄的弟弟马福祥收敛了马福禄以及牺牲的兄弟们的尸首,退出战斗。 实际上,当时清朝士兵大多数都已经逃走了,只有董福祥部的甘军还在坚持抵抗,二十几天过去了,马福祥也跟上司断了联系,马福祥像是眉头苍蝇一样,遇见了岑春轩,这给了马福祥一个主心骨,当即决定,听从岑春轩的安排,追随慈禧和光绪西寿,并指派护卫跟着岑春轩共同找寻甘军首领董福祥,那么这岑春轩是何许人也? 这人就是当时甘肃的安查使,来到北京述职,正赶上八国联军进程。 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逃走,而是听荣露的指示,四处寻找能够勤王的队伍。 岑春轩知道,甘军还奋战在抵抗侵略的前线上,于是在他的流心找寻下,让他遇见了马福祥。 马福祥带着一百多手下抓紧赶路,将近一个星期才在山西大同赶上了西寿队伍。 临近崩溃的皇上和太后一听到这人是来护驾的,顿时性高采烈,这可是最近听到的最好消息了,连忙宣马福祥觐见。 北方的秋天,昼夜温差很大,早晚很凉,中午又很热。 马福祥花尽心思在两位大人物面前表现,为了能接近太后,他特地从马上下来,选择步行在慈禧教边。 一路上无论严寒酷暑,都不忘了陪着慈禧冻闷子,给他讲西北家乡的风俗人情。 再加上平时的护卫妥贴周全,一路上让太后十分欣喜。 等到西寿的队伍到了太原,朝廷里的大臣们派来的护卫队也纷纷赶来了,慈禧始终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。 在太原停留了二十几天,随后又有传言说,八国侵略者们已经开始向心激犯了,这时一行人又开始西行。 当一行人被黄河阻住的时候,马福祥再次用自己的表现感动了太后和皇上。 面对滔滔黄河水,马福祥对着太后说,自己从小在河边长大,队伍里也有一群水性不赖的战士,一定可以保证圣上和太后万无一失的渡过黄河。 马福祥站在船头亲自指挥,从自己的队伍里挑了二十几个水性优秀的兄弟,下水围住船只。 又让马鞍良负责把舵,万全准备之下,慈禧和光绪安全地渡过黄河。 此后,慈禧心里对马福祥更加赏识了,并且随手中赏那群水下护卫在船侧的士兵们。 等一行人到了西安,这次西兽就算是结束了。 然而,八国联军传来的消息就像是晴天霹雳一般打击了马福祥。 不许甘军进京,归属于董福祥的马福祥自然是甘军范畴里的。 这下子,马福祥心灰意冷了。 然而,慈禧和光绪这个时候接见了马福祥。 他后表示,这次不能带马福祥回京,十分可惜。 这一年的苦痛经历让三个人都痛哭起来。 随后,慈禧向马福祥允诺,让他暂且在甘练兵,有朝一日并将他调回京城。 等到马福祥将一行人送到石家庄,袁世凯接手护卫工作,皇上和太后也坐上了火车,和马福祥挥泪惜别。 马福祥的部队留在原地列队,向其余人告别。 此时,太后和皇上给了马福祥一个提督的官衔补缺,这可是从一品的大观。